继周六在花林县里体育馆小巨蛋 办理花莲银法族运动嘉年华 24号周日这一天 则是办理112年花林县国民体育日基层体育表扬大会 现场包含了有幼儿亲子运动嘉年华 以及体验多人多元体育的活动 将小巨蛋是挤满了千人 更是邀请到了亚洲有养天王潘若迪 又说腰跳的来带动跨世代新有养健康操 小朋友开心 婆婆妈妈们也被斗得更开心 周末两天花林县里体育馆小巨蛋毫不热闹 继23日周六办理花莲银法族运动嘉年华 24日周日办理112年花林县国民体育日 即基层体育表扬大会 一早还没9点就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入场 除了20多所幼儿园 超过600名小朋友带来律动等表演 还邀请亚洲有养天王潘若迪 展现亲切搞笑风格 到场教大家跨世代新有养 现场气氛欢乐来到高潮 真的很爱花莲 因为你知道我常常来花莲 有看到我来讲花莲的人 大概你都知道对不对 我们福禄寿最近还会再来花莲 就是我跟小钟跟玛丽欧 三个老人我们喜欢花莲 所以我们一定会再来 来 现在带大家玩一下 肩膀放松的动作 这样会不会 这样会不会 国民体育日呢 最主要我们今天呢 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个体育活动 从我们的小小朋友 到我们的长辈呢 都有适合他们的一个体育的体验活动 那希望在假日的时候呢 能够让我们的花莲乡亲 祖孙三代呢 都能够一起来运动 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那在基层有工体育人员的一个表扬呢 我们也希望让所有的乡亲都知道 我们花莲在各个的一个体育单项 都有非常默默认真复苏 还有都在各个的一个体育赛事 八光八热的体育伙伴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耕耘 还有他们的成绩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也一起为他们努力喝彩 活动当天并表扬技乎团体 及有工人员继51人 在推展和参与体育的奉献与付出 另外现场体验包含各单项运动 柔道、跆拳道、极箭等 还有为6个月到4岁婴幼儿 办理宝宝爬行、搬尿布等区位竞赛 也为现场大朋友安排体势 或健康调查等 且伴不论老中青 从小在健康环境成长 锻炼身体 坐拥花莲好山好水好空气 让花莲运动风气和健将 在国际体坛发光发热 记得讲猫眼华联士报导